请听下一题 如果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太阳 会发现太阳上有小黑点 请问 这些小黑点叫太阳黑子 那么太阳上为什么会有黑子呢 四个选项A 被小星体挡住的效果B 太阳黑子是太阳表面 温度比较低的地方C 是太阳被其他星体撞伤后 留下的痕迹D 太阳黑子是太阳表面 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二位选手请强大 B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几乎是同一瞬间摸到了麦克风 同一瞬间喊出了答案B 他们喊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慢动作的回放 我们来确认一下到底是谁率先摸到了麦克风 来请看大屏幕 毫无悬念 梁元率先触到了麦克风 这一轮宝贵的一分 加在我们的曲梁元的身上 恭喜 太阳这样一个大的火气球 其实它上面的这个温度分布是不均匀的 温度低的地方 它辐射的光少 香在这个亮的背景上 看起来就是暗的了 我们管它叫太阳黑子 接下来请问 我们常吃的麻辣龙虾 非常的美味 但是你知道龙虾体内的血液是什么颜色的吗 四个选项 A 红色 B 黄色 C 蓝色 D 绿色 两位选手请强答 C 蓝色 正确答案是C 蓝色 为我们的两人再加上一分 目前五道题结束了 场上比分 男孩和女孩之间是4比1 也就是说 九道题谁率先答对了五分 就将直接取得整场比赛的最终胜率 二位选手请听题 请问 天津特色 狗不理包子的 大名是什么 三个选项 A 德顺号 B 德巨号 C 贵顺斋 两位选手 请强答 B 正确答案 就是 正确答案 就是B 恭喜我们的小元挑战成功 两位选手随我来到后面 这场比拼呢 真的是白热化 太精彩了 连胜两轮的我们的黄文 在最后一轮说实话 是惜败给对手 对吧 曹老师 这应该是输的体能上 刚开始看到这个一位一抢答题的时候 我的心情就非常的忐忑 因为我感觉到肯定跑不过去量元 这个是事实 所以我只能在正确率上赢他 但是没想到他也非常极致 非常厉害 所以说我也是输得心服口服 来 接过这颗无限之心 有什么话此刻要跟我们分享 很感谢那位姐姐 让我在第二局的时候 没有被淘汰下去 然后其实答题的正确率 那位姐姐明显是要高于我的 可能就是险胜